真的我請教聖峰大哥 今年顯然會是全球大升息一年 那領頭羊還是聯準會 聯準會升多少 能然決定影響全球今年的資金的收縮 是 其實大家認為華爾街市場 大家都目前來說 最高預估是今年會升一期 但是實際上在這個CPI公布之前 其實大家還是認為說 大概就是大概這四到五碼比較多 但是呢 其實從這次CPI發現出來之後 發現說其實三月份升息兩碼機率 從先前的33%一下飆到六成 這也是就是昨天為什麼美國股市突然大震盪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持平而弱軟 其實我們可以說看高盛 高盛到目前為止 還是認為今年是升息五碼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華爾街銀行是說 升息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重點是如何說表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說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其實你看我們看兩年級 美國股在殖利率的話 目前來到的話是1.582% 那十年級公外殖利率的話 昨天收盤是收到2.032% 那這個預估來說的話 其實看起來的話 今年上半年年準會升息到那個 是一趴四碼的機率是非常的高的 那但是今年問題有一個很複雜問題 就是說卡在期中選舉 期中選舉是在每年的11月 第一個禮拜二 那所以說換句話說 升息幅度要盡快越 讓它越來越早 那對金融市場影響越來越大 到因為其實過去的升息循環當中 當市場利率升息到三到四次之後 因為當時美國經濟是穩定擴張的話 其實股市就會慢慢回漲 不像最近震盪劇烈這麼大 我想這就是那個聯準會跟那個美國 拜登政府它是盤算的一個標的 就聯準會也不希望選舉投票日的前幾天 或者前一兩個月才在這一個升息 對那其實大家看起來 這通膨最大的原因就是油價 其實你看最近的美國 可是我看到昨天的通膨7.5% 當時的油價還沒充90 油價是這個禮拜充90多 充90多意味著下個月的CPI壓力可能再墊高 對其實目前來說 大家過二月CPI的大概是7.8%了 其實那個美國的CPI是這樣子 去年來說因為一二三月積極很低 然後四月份開始往上升 所以說這次美國CPI大概會到四五到七月的時候